到医院检查的当天 我们糖尿病患者是否继续还要使用原来的降糖药呢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这个到医院去测血糖 它实际上血糖是包括这几种的 一种是空腹的血糖 还有一种是餐后两小时的血糖 还有一个随机的血糖 它的要求是不一样的 比如说我们测空腹的血糖 这样的话病人呢 我们是希望他前一天是要正常饮食 去吃他原有的降糖药物 但是空腹的当天呢 我们一般来说是不需要吃口腹降糖药的 因为我们所有很多的降糖药物 它和进餐的时间是有关系的 比如说我们举个例子 阿卡波糖 它是要求进餐第一口饭嚼服 所以就是空腹的血糖 当天来测的话 我们是不需要去吃当天早上的药物的 但对于餐后两小时的血糖呢 我们是希望看到病人的 在用药的情况下血糖控制的一个情况 所以对于餐后两小时的血糖 我们建议病人当天 不论是早上中午 我们建议它是正常的饮食 正常的服用它原有的一个降糖药物 而对于随机的血糖 这就没有什么限制了 我们随机血糖就是了解病人随机来的一个血糖的状况 是建议病人呢 就是你既往是怎样饮食的 怎样运动的和吃有什么药 接着用我们随机来测一个血糖 但是有一种情况我们是需要注意的 就是打胰岛素的一个病人 如果这个病人打胰岛素呢 很多病人说我空腹是要测血糖的 我把胰岛素打上 实际上病人仔细的去想一想 我们胰岛素呢 对就餐时间也是有影响的 一般来说我们注射胰岛素 一般是半个小时 有一些非常短效的胰岛素 我们是需要餐前十分钟的 但是病人来医院它是有一段的路程 另外他来医院还需要排队什么的 所以不代表您打了胰岛素 您半小时要进餐 这个半小时中间呢 您来到医院就可以去测一个空腹的血糖 所以对于病人 他需不需要吃原有药 这是根据他这次次来测的血糖是有关系的 但是有一些病人 我们尤其是对胰岛素的病人 我们再次嘱咐一下 就是说如果打胰岛素 早上如果要测一个空腹的血糖 那一定不要吃饭 因为我们来到医院以后 不能保证打完胰岛素 半个小时之内 您就能测上血糖 就可以进食 因为有一些老年人呢 他空腹的时间也不能太长 他又害怕下一餐 就餐的时间缩短 所以他经常是打上胰岛素 然后带上吃了就来医院了 我们一定要注意 他可不是半小时一定能测上的 对于这病人的病人 我们要额外的提醒一下